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就是一种没有做的螺 古代的时刻在印上是一种婚嫁时刻一种贫离 也是既使用的一种不贫 南法到女方要去女方的姑娘要送贫离 就送什么呢?就送这个君 它就是藏 这诗经里面有这样的两句 也有死君 瓣墨 波枝 意思是什么呢? 在野外打了一头这个君还是藏 用结巴的瓷墨把它搏勾合 它就是女方出嫁的这样 它唱了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两句话 为什么要用本末包呢? 这个本末在古世界认为它可以作为一种约材 另外一个呢它可以有感应天敌和显著沟通 有这样的一种模拟 所以用这个本末把这个章包好了以后 送给女方作为贫离 方便女方记住的时候使用去者欺负 这两句话就是 烂法用这个章子用把瓷包好了以后 作为贫离到女方去送给女方 这个是这些教会文里面的写法 它是这样子写 这是一个动物的头神奇 它的尾巴很短 有时呢它这个尾巴呢 被疼不得磨砸住了 所以好像是没有尾巴的螺 或者是当然尾巴的螺 有些学生认为呢 这个螺呢是没有做的螺 实际上它不是它是一个章 底下这是写了一个合 实际上它是一个军 所以这个字和那个螺 迷三面不同的写方 就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就是军 上面 旺的 眉叫 眉表示眉毛的地方 这个是迷 上面表示眉的地方 而这个字是螺 这个上面像书字一样的叫 所以这三个字 上面的不同 可以看出来分别 在这一地方 这个字啊 军文和小庄的写方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一直到历数开始 它都是什么寄生下来的 上面是一个螺 底下是那个军绳 也就是猴这个字 整个一个变化 都不是太大 穿这么螺 非常清晰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不同的文字的写方 来引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画面里面的写方呢 我找到了两个 这是代表一个小尾巴 它的尾巴很短 尤其是看它 全部的毛里面 好像是没有尾巴 好像是断掉尾巴一样的 它这个底下呢 是写了一个河 所以这个字叫做菌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为什么不说河 因为这个字啊 它是从这个字来的 缩分解字里面解释 这个底下这个文 是这个字 菌 菌绳 绳 绳到这个外面的这个框框 把这个框框绳掉了 所以这个字 底下这个部分 是说菌绳 绳 就是这个 绳掉的意思 就绳掉了 绳掉一个外面的框框 就写了一个底下这个 就是有的那些书法家写的事情呢 底下呢也是写成这个 又框框的 就是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呢 这个字啊 它写的这样 这个头写的这样 这个是横的 这是一笔斜的 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框 写成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小尾巴 就是这样 底下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写的一个菌 写的一个菌绳 它就是这个河 就是这样 写的下一个 所以这个字 叫过门里面 我找到这样的两款 在经文里面呢 这个字呢 就找到一个 就是周刀晚期的写法 周刀晚期的写法呢 它已经发生错误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是没有叫的 周刀晚期的写呢 它现在有 两个叫了 就好像这边像个老一样的东西 这个部分就是臭点了 周刀晚期上面写成这样 它这个底下写的呢 有的想和 有的想来 就是周刀晚期的这个 这个字形 和它最原意 是不对的 抽了这个 所以到小尊的时期 就是由这个呀 扣来的 它人物上面也 落脚一样的 它上面写的这样一个 底下写了一个盒 底下写了一个盒 这就是小砖的写法 接着这样一个字 这个叫臭 就是从井门这个地方 毛病变臭了 小砖跟到后面变 变臭了 第一竖的时期 它就写成这样 这是绿树的写法 开树就是有小砖 绿树 甚至是从井门这个地方 一不一不一边够来的 这个字呢 我就说它写成这样的 几下先是这样 写这个字 作用呢就是做君 有的书法在写着这样的字 汉字简化一会儿 把这个字作为正题 几千年之前 和这个字简化一会儿 在印尚时期 它就作为一种婚家的事情 南方送个女方的一种礼物 叫做送礼 这个字简化一会儿 今天我们就把君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